大家好,今天来介绍如何在多篇笔记里面来操作多个标签 首先我会先使用DataView来找出所有没有标签的笔记 再针对这些没有标签的笔记一次性的新增上它的标签 我们可以使用MultiTag或者是TagMany这两个外挂来达成整批新增标签的方法 接着可以再透过TagRangular外挂来对标签整个改名 这个改名会针对所有笔记里面具有同样名称的标签一次性的全部把它的名称给改变掉 后面我再使用通用性的文字编辑器来移除特定的标签 这个是因为在Obsidian里面没有外挂可以来整批的移除标签 我们可以透过通用性的文字编辑器来达成 透过这几个新增改名跟移除标签 就可以将标签从多个笔记里面来达到新增移除跟改名的操作了 以下我们先来看看如何找出没有标签的笔记 在安装并且启用了DataView外挂以后 就可以使用DataView的程式码区块的语法 使用Lens括号File.tags等于0的方法 找出笔记里面没有Tags标签的所有笔记 就可以针对这一些没有标签的笔记来赋予它需要的标签了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从OneNote或者是Evernote 将你的笔记移入Obsidian的 当然就不会有Tags这一个夜幕区的栏位 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下面的这两个新增标签的外挂 MultiTag或者是TagMany 就可以针对特定资料夹来指定特定的标签了 它的操作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就是安装并且启用这两个外挂以后 接着在档案浏览器里面 就会增加出两个新的功能表选项 透过这功能表选项就可以指定新的标签了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资料夹上面 点击右键 在这个右键里面就会有一个Tag All Notes in this folder 这两个分别就是MultiTag跟TagMany这两个外挂 它能够出现的一个选项 那现在这个是TagMany出现的画面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赋予它新的标签 输入Test1 逗点Test2 逗点Test3 这样子它就会在这个资料夹的所有档案里面 新增Test1、Test2、Test3这三个野某区的标签 如果你有直目录也希望一起操作的话 就是把这个选项给启用起来 然后接着再点击AddTags 它就会将我指定的资料夹里面的所有档案 全部加上Test1、2、3的这个标签 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档案的Tags 就会有Test1、2、3了 这个是整批新增标签的方法 标签改名的方法也是一样非常的简单 只要新增了Tag Regular这个外挂 在这个标签的面板上面 就可以直接按右键 在右键的功能表里面就有Rename这个选项了 透过Rename这个功能选项 就可以直接把某一个标签改成另外一个标签了 最后在使用文字编辑器以来整批的移除不需要的标签 我有列了三个编辑器的方法 首先就是使用EM Editor 然后接着再使用NotePad++ 最后再使用VSCode 如果你是非Windows的用户 当然就是可以使用VSCode来移除不需要的标签 先来看一下EM Editor要怎么来操作 首先就是使用它在功能表选项里面 它会有一个多档取代 你也可以按下Ctrl Shift H 来使用它的这个多档取代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先把储存库里面需要移除标签的笔记给开启起来 接着就可以选择功能表里面的搜寻 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多档取代 在多档取代里面把需要变更的标签名字给输入进来 可以使用规则运算式的方法 假设我们要移除这个Test1 就把它的整个内容给选取起来 再按下Ctrl C 再贴入寻找这个栏位里面 然后把它变更成是正则运算式 首先需要在每一行的开头来找到这个资料 的字串 因此加上开头的到V符号 到V符号表示在每一行的开头要符合 后面的这整个字串 接着也把换行符号给加进来 换行符号就是反写在一个小写的N 这个就是可以找到左边的Test1的标签 然后把它取代成什么呢 取代成没有任何东西 因此这个取代尾就保持是空的内容就可以了 接着再输入操作的档案类型 Obsidian的档案类型都是.md结尾 因此这边就输入信号.md 后面就是你要操作的资料夹 可以把需要做这个操作的资料夹给输入在所在资料夹 这个栏位里面 然后确定一下子目录是不是要一并处理 还有记得要把操作的方法改变成规则运算式 有了这样子的设定以后就可以直接点击右侧的全部取代 它会确认它没有办法变更回原来的样子是否要继续 那我们点击继续 因为这个档案已经被刚刚的多档取代给改变了 所以它会出现刚刚这个档案的内容已经改变了 是否要重新载入 点击重新载入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test1已经消失了 表示已经被刚刚的多档取代操作给移除掉了 这个就是使用emEditor操作的方法 看一下Nopay的加价要怎么来操作 一样在功能表的搜寻 接着再找到在档案中搜寻 然后在档案中搜寻的对话窗里面 就可以输入刚刚相同的内容 先把这整个要移除掉的标签整个给选取起来 复制到系统剪贴簿 再把它给整个内容贴上来 接着再把它变更成慎哲运算式 再开头加上DaoV符号 再结尾加上返邪恩 表示是换行 然后取代为空的内容 是要操作所有的.md档案 操作的对象是这个资料夹 这样子输入完毕以后 再点击在多个档案中取代 接着点击确定 操作完毕以后它会重新载入 可以看到刚刚的test2这个标签就已经被移除了 那这一个就是很简单的Nopay++操作的方法 接着再来看一下VS Code 如何来操作多档取代的功能 首先就是从功能表的编辑里面 再去找到在档案中取代 或者是你按下Ctrl Shift跟R 然后接着它在最左边会出现一个选项 就可以一一需要来输入选项 先把整行的标签复制到系统剪贴簿里面 Ctrl C再按Ctrl V把它给贴进来 再把它改变成是正折运算式在最前面加上道V符号 在结尾的地方再加上反斜恩 记得在最右边的正折运算式的这个图示 要把它给启用起来 这样子它才会针对所有的正折运算式来做处理 接着要把它给处理成是空的内容 然后再点击点点点显示出类型 在这边就可以输入信号.md 如果需要只对特定的资料夹的话 要类似它这个方法来使用斜线星星斜线 然后资料夹的名称 接着就可以点击取代最右侧的这个图示 让它来做全部取代的操作 点击一下 它就会确认是不是要全部取代 我们点击取代 这个时候它就会针对刚刚找出来的20个档案 全部做一次性的操作 TEST3这个标签也就被移除了 以上就是如果你不晓得要如何针对多个标签 在多个档案里面来操作的话 今天介绍的这个内容 应该对于你这个标签的操作 就会有一些帮助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介绍的Obsidian技巧 对于你在操作Obsidian上有帮助的话 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